嗨,各位同学好,欢迎来到Phoniphonics,指南音标 Phoniphonics,指南音标的课程 今天老师要为你介绍的是Vocabulary of the Day Vocabulary of the Day 每日一字 首先,进入到我们的学习的单元 老师建议我们可以先到我们今天的Wikipedia Wikipedia,围棋百科 去来找一下我们的 From Today's Featured Articles 去找一个本日最注目的文章 那当然,这个文章,老师请慢念一下 Florine is an extremely reactive chemical element With atomic number 9 pictured in liquid form At a cryogenic temperature 当然,如果对这篇文章非常有兴趣的人 你可以打这个Florine Flo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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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文章是一个游泳池里面常用到的药水 可以综合一下 当然,对这文章有兴趣的人 可以再做进阶阅阅读 同样的,老师今天已经帮你们整理出来 今天要学学习资料 你要学的单字有Florine Chemical Element Atomic Number 以及我们的 Cryogenic Cryogenic Florine 当然,这几个单字 数一数,刚好六个 我们的Oxford Dictionary 这个地方 他把他的Interpump写在我们的Ine的地方 Ine的地方 所以换句话来说 在Ine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组合 我们看它是V加V加一个SV 所以我们看V加V加一个SV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来看什么是V V就是Vuals 也就是我们讲的母音 Like A, E, I, O, U 这是五个母音 我们的SV就是我们的Semi-Vuals 也就是我们的R, W, Y 那我们讲的Vuals 就是我们讲的原音 或者我们是母音 尤其我们在讲说Foot Vals 尤其我们在讲Foot Vals 短母音就是A, E, I, U, U 或者O 长母音就是A, E, I, O, U 或者我们也可以讲说有个U 那我们的Week Vals Week Vals就是我们讲说 它比较弱的发音的时候 通常我们在讲的是R以及E 这两个音 当然还有其他音 不过我们就以这几个为主 那当然老师要你先记得SV 就是甲性母音 V就是母音 所以在我们的SV跟V这之间 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字 它的组合是什么单字呢 它是V加V加SV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比较特别一点的是 我们如果把这个U跟R综合起来 所以这边V加V加SV的时候 它已经产生所谓的三元音了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老师画个三箭头 三个箭头 三个箭头 请记得 在三元音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的TRAPSON TRAPSON 很难得见到的三元音 在我们的TRAPSON的时候 通常第一个母音的这个位置 我们会做一个降母音的动作 也就是把它SHIFT DOWN 还记得我们刚刚讲的 Long跟我们讲的长母音 是SHIFT UP AERLU AER是短母音 所以SHIFT DOWN 所以当你做一个降音的动作时 U的降音 U的短母音可以念成什么呢 就是U 所以F U R 所以你看中间的O没有发音 这个在这三个组合起来 是O没有发音 它只有U跟R变起来 念成一个U Fl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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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最后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这边有两个Flooring 它有两个重音 虽然它是三音节 你们看 一个音节 两个音节 三个音节 三个音节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我们看它的 Flooring Flooring 它是两个音节 它虽然是两个音节 却有两个重音 两个音节 却有两个重音 所以 看它在两个音节 两个重音时 请看 这边我们先写一个三元音 三个箭头 然后我们后面这个呢 我们再把它做一个生母音 然后I做一个假性 假性 假性 假性长母音 所以 请记得 任何情况时 当你看到 INE 或者我们讲的 RINE 结尾 或者我们的 只要是RINE的结尾 它通常只有两个发音 一个叫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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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E RINE的时候就是E不发声 并且把I拉成假性 长异音 这时候这个地方有个异音 有个异音 也是发出长异音 在这个位置 所以FURING FURING FURING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还有一个特别地方 有些美国人 他U不发声 再看我们讲的 第二个可能性 第二个面的方式 也是U不发声 有些美国人 因为他实在看 因为美国人 他只要Monapsis Dipsis 美国人并没有Tripsis 美国人并没有Tripsis 只有英式跟澳洲的发音才有Tripsis 所以在美式没有所谓的Tripsis的时候 美国人他就会念这两个合起来 也是OR念OR F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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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再配一个音 FRO 事实上也很多美国人会这样念 FRO 也就是U不念 直接念OR F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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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样念 所以 建议你 F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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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上面念 那下面就FRO F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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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念法 也是把多人念的 所以我们就以多数人来念 以三元一的结构就是第一个降音 三元一结构第一个降音 第二个不念第三个跟着念 F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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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AL CHEMICAL 所以我们有两个inter 我们这边有两个interpunk 所以当然 什么是interpunk呢 interpunk就是分音符号 所以两个分音符号 把这个CHEMICAL分成三个音节 那它的重音在第一个音节 所以而且我们知道CH是二合音 它是一个diagraph 它是一个diagraph 什么是diagraph呢 就是有两个字母 两个alphabet所组成的一个音 你取任何two alphabets into one 我那可以sample 那就是把它两个alphabet变成一个sound 那CH变成什么 所以有的人说 老师不是CH一定可以念CH吗 那像这个状况就是CH念K 然后这边形成一个V加C 所以有没有看到V加C在这个位置 在V加C before interpunk 那什么呢 就是母子音 a vowel and a consonant a vowel and a consonant 当然这是phony rule 在interpunk前 如果你形成一个V加C Valve and a consonant 或者V加C加C Valve and a consonant and another consonant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会形成一个short vowels short vowels 请记得不管是V加C或V加C加C 这是一个short vowels 所以这时候e的短母音 就刚刚写上去就是act 所以can 那当然三个音节按正常规则来说 三个音节按正常规则来说 只会有一个重音 请记得这边 两个音节 就会等于one stress every two syllables 你就会有one stress mix one stress 每两个音节只会有一个重音节 所以你会有重音节的情况 就是二四六或者八 我很少有八个音节的单字 所以你不用担心八这个字 二四六 六也蛮少 所以你就记得二跟四 所以三的时候 我们就只有一个重音 所以i跟a 所以i跟a 我们都用弱母音 补一个a进来 所以是不是就是chemical chemical chemical 当然有的人说 老师我也听过来念chemical 也可以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 弱母音1或弱母音2 完全是取决于你念的习惯 有的时候有的人喜欢念1 有的人喜欢念2 不过每诗通常都用2来取代1 音诗通常都用1来取代2 这是一个标准 下个单字我们看element element element 有没有看到它的interpoint在哪个位置 在l的后面跟e的中间 跟那个e 所以有的人说 老师为什么不是干脆e的后面这样 所以请看 我们的重音在第一个音节 所以如果你的interpoint 你的分音符号标错位置 你标到这个位置 那它就不会发生at这个字了 因为它无法形成母子音 所以你看 是不是 v加c before interpoint v加c before interpoint 所以e的就要用什么短母音 l l 那当然 这两个e就是亲母音的嘛 刚刚我们讲过嘛 三个音节 所以只会有一个stress 所以一个foot vowels 两个什么weak vowels 两个weak vowels 对不对 一个全母音拿走了 一个foot vowels在这边 在前面 第一个音节 后面两个字是weak vowels 所以两个我们补两个什么 两个亲母音进来 所以就念什么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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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样倒是 我们现在看下个单词atomic at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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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omic就比较好玩了 看它的interpoint在什么位置呢 a 以及什么m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把它画成两个interpoint 因为它的中音在第二音节 它是三个音节的字 在中音在二音节 所以 我们就可以注意到 这边是什么v加c 好 v加c 所以o要念什么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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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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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它拿走一个什么 short vowels 啊 拿走一个short 在这个 那另外两个就是什么呢 跟老师 再讲一遍 啊 三个音节中有一个拿走全母音 fut vowels 剩下两个就是什么 weak vowels 所以怎样 a 拿什么 e e 所以刚好最后ic 每诗跟音诗都是念eek 啊 所以tomic t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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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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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困难 对不对 好 下个单字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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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在低音节interpong在m的后面啊 所以很简单 我们看这个是什么结构呢 一样是什么v加c 对不对 v加c u的单母音就是啊 所以num num num 啊 所以最后这个e跟r字尾 记得e跟r啊 不管是er ar or 啊 这三个来做结尾啊 啊 代表是什么人呢 或者什么事物的时候啊 不管是怎么样 er 啊 ar or啊 这些结尾时 我们都会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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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这个符号啊 啊 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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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有些IPA协会哈 IPA协会 然后认为说啊 在我们这个前面哈 啊 啊 我们如果是两个音节 前面已经拿走一个fut vowels啊 全母音的时候啊 后面这个就必须写轻母音的符号啊 啊 他必须写在r 啊 这当然也是一个轻母音符号 因为他是拿两 拿走两个哈 拿走两个这个轻母音的符号啊 好 他为什么有的人他不想标这个符号呢 因为他认为这个符号跟这个符号哈 是同样的符号 而且是他们是fut vowels啊 啊 他们是fut vowels 所以有的人认为说这个样的符号是不适合标的结尾 不过不论如何啦 还是有些字典是这样标的 所以我们就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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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最后一个单字 就稍微困难了一点了 那是cry o g e n i c 好 那当然我们字典查到是s结尾 所以 在这个地方 啊 在y跟o中间有一个interpunk 在o跟g又有一个interpunk 啊 最后一个ic又有一个interpunk 所以他几个音节呢 四个音节啊 四个音节 所以 次重音在第一音节 啊 重音在第三音节 所以那是一二一个音节 三四一个音节 那主要重音在三四 那我们先看看这个地方形成一个什么组合 他行这个sv加v 啊 然后又在v 啊 所以你看看他拿一个interpunk 啊 把这个ryo给分开来了 把ryo给分开来 不然的话 他是不是就会形成sv加v加v 也就是三 三原音了吗 tripsons 啊 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 我们本来是一个三原音 是ryo ryo ryo ryo你要怎么念呢 能量念real吗 啊 这听起来好像蛮复杂的念法了哈 所以我们加了interpunk在这个位置 并且给他一个重音时 所以 重interpunk前 啊 我们如果 v 啊 v 啊 所以我们的sv svb哈 所以我们拿这个sv before interpunk 那啊 所以interpunk会把这个sv ship up 成long valve 啊 啊先看哈 sv before interpunk 然后又有heavy stress 啊 又有重音的时候 啊 那这个会把啊 啊 interpunk会把这sv ship up 成一个long valve 这个之后他就变成一个long valve 而y的long valve就是i 所以这时候就变成什么 c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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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那所以很好玩 他是crier 啊 所以这时候这个第二个这个v的这个位置 变成weak valve 啊 因为前面这个拿走 所以他变成er 所以 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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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师再写下来 ire 好 所以cry 啊 所以这个时候ship up 这个变成long valve 啊 啊 那这个o又是一个轻母音 r 所以他是怎样 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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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就用轻母音 啊 那当然ce 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ce 这个地方啊 他会发成一个二合音 念je 可是这个e 他自己要再跑出来念一次啊 所以gegi 啊 cy 都可以念成j 可是这个e由于他是他还是要当母音使用 所以这边还是有个v加c 那v加c 这边有一个重音嘛 所以他就是短母音 所以他念什么 啊 所以他要念什么呢 很简单哈 因为他是一个母子音v加c 所以他要念at 所以他就念什么 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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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最后一个i 啊 很明显的 他又念若母音了 所以你要念eek 我们刚讲过ic结尾的时候都是念eek 所以这边就念janic ja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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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起来说 cryoge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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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啊 学的比较复杂一些跟这个化学方程式有关的一些啊 话题 那当然老师在这个地方啊 还要再帮你做最后一次练习 我们来念最后一次今天的单字啊 好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课程 啊 当然同学们如果对本啊 每日仪式或者希望老师做一些呃 其他单字的解释的时候会有些问题 你可以g plus dvtting 88 啊 g plus 老师啊 啊 家老师做好友dvtting88 或者 email dvtting at gmail.com 以上就是今天的课程 谢谢观赏